绿螺叶子发黑可能是养殖温度过低 光照太强或长期不见光 没有正确浇水、造成积水或干旱 出现病虫侵害等原因 导致营养无法正常吸收 出现增长不良、叶子发黑等问题 绿螺叶子发黑可能是养殖环境的温度 不是导致 当温度过低、低于5度的时候 绿螺叶子就会出现发黑的现象 所以冬季养殖时一定要及时搬到室内 并保证室内环境的温暖 绿螺的生长不需要太多的光照 但也不能长期处于阴暗位置 应当放在有明亮散光的位置养护 如果长期受到光照或者长期阴暗 都会导致叶子发黑、生长不良的现象 养殖绿螺不需要频繁浇水 保湿土壤一定等于湿润度即可 如果浇水过多产生清水 或者长期没有浇水导致干汗 都不利于植根正常的养养吸收 就会出现叶子发黄 应当根据土壤的干湿程度把握正确的浇水规律 绿螺、叶子发黑也可能是遭遇了病虫侵害 例如根腐病、藉口虫等 发病时就会导致叶子发黑生长不良 需要及时的治疗 否则很快就会蔓延到整个植株 可以喷洒消毒、杀虫、药剂治疗